男人给妻子戴上一个特制的口塞 这样妻子就不能开口呼救了 她可以回家继续她变态的生活 就在昨天早上 男人竟然偷看亲生女儿换衣服 这龌龊的一幕正好被妻子撞见 妻子提醒她 这是不道德的行为 她不仅没有感到羞愧 反而回首给了妻子一耳光 恼羞成怒的男人抽出皮带 开始狠狠地抽打妻子 女儿安娜在门缝里偷偷地看着 这暴力的场面她已经见惯了 男人名叫禽兽是个牧师 道貌黯然地她私下里 却是一个喜怒无常的虐待狂 妻子睡觉前向她求爱 她不但没有回应 反而觉得妻子有谐音之罪 应该受到惩罚 命令妻子脱掉衣服后 她会用皮鞭抽打妻子娇嫩的背部 母亲的惨叫声 安娜每次都能听到 但年幼的她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母亲挨打 一天夜里 安娜肚疼地睡不着觉 她起床上厕所 发现衣服上有血 用手一摸 血是从下身流出来的 天亮后 安娜赶紧清洗自己的衣服 看见母亲朝这边走 她又慌张地把衣服藏了起来 母亲发现了安娜反常地举动 走过去看到带血的衣服 母亲马上明白了过来 她温柔地给安娜解释 说这是女孩成熟的标志 并不是什么可耻的事情 而这一幕 正好被她人面兽心的父亲看到 从这天起 禽兽看女儿的眼神都变了 里面多了一种可怕的欲望 她开始有意无意地接近安娜 甚至在安娜洗澡时 闯进了浴室 她一本正经地说 要和女儿谈心 妻子虽然感觉不对劲 但还是听话地走了出去 你妈妈告诉你 什么意思是女孩吗 是 这些人 这些人会不会很长时间 这些人开始发现你娶娶 女孩 我认识你听着 从今起来 你必须把女孩扮演 像女孩 今天你会扮演猪 禽兽并不是单纯的 想让女儿多做家务 她真正的目的是 先让母女俩接受 安娜现在是成熟女人的事实 这天安娜 正在喂猪的时候 忽然看到 外面有人骑马过来 她走出去查看 发现马上拖着 两个受伤的男人 显然不久前 他们经历了一场战斗 马刚停下 他们就摔下马晕了过去 善良的安娜 将两人拖进了猪圈 并为他们做了 简单的止血包扎 其中长头发的男人 名叫雪诺 说话举止都很绅士 安娜对她的印象特别好 而另一个男人举止轻浮 受伤也不妨碍 她一直调戏安娜 刚给他们处理好伤口 禽兽忽然走进了猪圈 两人吓得掏出了枪 安娜偷偷示意 他们不要乱动 好在禽兽没有发现异常 她只是过来 喊女儿出去帮忙 安娜到了浴室才知道 禽兽喊她过来 居然是要她搓澡 安娜顺从地 听着父亲的指挥 禽兽无耻地对安娜说道 上帝让她尽快变成女人 是有原因的 因为她的母亲 无法履行妻子的义务 这番话 正好被门外的妻子听到 安娜终于开始恐惧不安起来 第二天早上 她起床换衣服的时候 父亲在外面偷偷地看着她 而撞见她的妻子 这一下也终于明白了过来 为什么禽兽一直拒绝自己的求爱 禽兽为了防止妻子出去乱说 强行拉着妻子到镇上的铁匠铺 量身打造了一个特制的口塞 这样妻子就再也无法说话了 这边猪圈里的男人出去 要上厕所 雪诺趁机赶紧给安娜要了一根绳子 然后制作成一个脚锁 趁着男人拉屎不注意的时候 一下套在了她的脖子上 男人拼命地挣扎 但越挣扎 脚锁勒得越紧 不一会儿 男人就停止了呼吸 安娜全程静静地看着 虽然她有点不忍心 但这人给她的印象确实不好 事后他们 把男人的尸体喂给了猪 雪诺叫到安娜 遇到威胁先下守围墙 不然这个同伙迟早要杀她 接着雪诺 谈到了安娜的母亲 女人开始中日 带着口塞生活 安娜并不知道 母亲带口塞的原因 想起雪诺说的话 她甚至出言讽刺母亲的软弱 为什么你让她做这个 你永远会像你 这有没有办法 我最想死 安娜的话像一把利刃 刺穿了母亲的心 击垮了她活下去的意义 她默默地站起来走了出去 禽兽还在台上激昂慷慨的步道 大声喊着那些腐朽的歪理邪说 妻子的死 不但没让禽兽感到伤心 她反而指着妻子的尸体 对众人说这事 对神的亵渎 妻子的灵魂肯定要下地狱 母亲的死给了安娜很大的打击 她来找雪诺 想以身相许 让雪诺带她离开这个伤心的地方 雪诺绅士地阻止了她 安娜的年龄对她来说还太小 但她承诺 明早带安娜远走高飞 第二天一早 安娜还没起床 禽兽就把她叫到了教堂 但接下来 禽兽的祷告词 把安娜吓坏了 害怕的安娜想要逃走 但禽兽一把抓住了她 为了阻止安娜呼救 她把曾经给妻子做的口塞 强行戴在了安娜的头上 就在安娜要绝望的时候 雪诺推门闯了进来 这几天 她目睹了禽兽各种变态的行为 现在 她要带安娜离开地狱 可惜雪诺高估了自己的实力 受伤未遇的她 根本不是禽兽的对手 禽兽握住手枪掉转枪头 轻松反杀了雪诺 安娜竟然和其他男人私定终身 这在禽兽看来 也是一种罪 她把安娜拖回家 用鞭子抽了一顿 来清除安娜身上的罪恶 等禽兽累的睡着后 安娜偷偷从卧室溜了出去 这个家 她再也没有留恋的东西了 安娜向远处逃去 一刻也不敢停 不知道跑了多久 饥寒交迫的她泪晕了过去 等安娜再醒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躺在一辆马车上 一家人从这里路过 把她救了起来 看到安娜醒了 赶马的男人停下车 她过来看了看安娜的哑口 可惜安娜听不懂外语 车子很快把她拉到了一个小镇 一只鸡在马车前引路 她似乎预示了安娜的命运 赶车的男人把安娜送到了一个酒店 本来她以为是要住店 等听了店里的女人聊天 她才知道这里是花街柳巷 害羞的安娜想要离开 酒店老板一把拦住了她 这时候她才明白过来 自己被卖了 店里有个好心的大姐 对她比较照顾 安娜短时间没有受到顾客骚扰 但该来的总是会来 一个喝醉的顾客看上了安娜 大姐好说歹说 提出自己给顾客免费服务 才拦了下来 不过顾客还是要求安娜 必须在旁边观看 但结束后 顾客依然不打算放过安娜 就在她要对安娜下手的时候 情急之下 那个大姐开枪打死了顾客 在这个矿工小镇上 他们这种女人 没有任何地位可言 酒店老板掌握着生杀大权 为了维护酒店的生育 安抚其他矿工 他们直接绞杀了大姐 依此警告其他女人 不要试图反抗 大姐的死让安娜认清了现实 她只能无奈地接受了这种生活 转眼几年过去了 长大后的安娜 成了这里的头牌 每天只醉精密的生活 麻醉着她的灵魂 她和一个叫丽兹的女孩成了朋友 两人经常一起幻想自由后的生活 这天 酒店楼上忽然传来一声惨叫 原来是丽兹咬伤了一个酒鬼的舌头 老板为了惩罚丽兹 直接拿刀割掉了她的舌头 安娜看得心惊胆战 这也更加坚定了她离开的决心 医生检查了丽兹的伤势 除了以后不能说话 倒也没有其他影响 不久后 丽兹通过婚介所 找到了一个结婚对象 男方丧气有一个儿子 只要丽兹能接受对方的孩子 男人就不嫌弃她的过去 丽兹开心地准备去找男人生活 她打算把安娜也带上 就说 安娜是她的亲姐妹 两人 正收拾行李的时候 一个姐妹过来说 有个男人包下了整个酒店 看来 他们得坐完这单再走 安娜好奇地出来查看 发现来人竟然是父亲禽兽 恐惧像潮水般朝她涌了过来 安娜虽然长大变了样子 但还是怕父亲给认出来 下楼的时候 她心虚地戴上了眼罩 没想到的是 禽兽摸到了 她紧后的两颗痣 那是安娜出生就有的胎记 禽兽要安娜 跟她回家完婚 安娜自然不会答应 暴怒的禽兽抽出皮带 再次对安娜抽打起来 安娜惨叫着大声呼救 但店里没有一个人回应 只有丽兹听到喊声跑了过来 当年连雪糯都不是禽兽的对手 何况是一个小女生 禽兽扑过去抓着禽兽的手 将她手里的刀插进了自己的心脏 可怜的禽兽就这样领了盒饭 看着倒在血泊中的禽兽 安娜以为自己终于摆脱了恶魔 她赶紧伪造了现场 把刀塞在禽兽手里 把励兽放到自己床上 为了让尸体难以辨认 她用煤油灯点燃了励兽的尸体 励兽的舌头被割了不能说话 安娜也找到医生 要求医生割掉自己的舌头 看医生不敢下手 向往新生活的安娜 自己动手割掉了舌头 接着她顶替励姿的身份 去找婚介所介绍的对象阿强 和阿强平静地生活了几年 期间 她还给阿强生了一个女儿小雪 这天周末 他们一家人到教堂过礼拜 牧师上台刚开口说话 安娜的心一下就悬了起来 这个声音太熟悉了 回头看 果然是父亲禽兽 当年受了致命伤的她居然活了下来 安娜知道她绝不是偶然来到这里 晚上等丈夫阿强睡着后 她骑上马 悄悄来到教堂 想掀下手围墙干掉禽兽 但禽兽的床上没有人 只放着一个安娜小时候的玩具 安娜感觉到大事不妙 她赶紧骑马往回赶 而此时 禽兽就站在她家卧室 熟睡的阿强 一点都没有察觉 忽然阿强被一阵响声惊醒 她起床发现 骨仓的灯亮着 好像有人闯了进去 她拿着猎枪走进骨仓检查 等安娜赶到家的时候 只看见阿强倒在骨仓里 她的肠子被人扯出来 系在了脖子上 阿强求安娜开枪打死她 但安娜不忍心下手 儿子小雨闻声跑了过来 看着地上父亲的惨状 她忍痛举枪扣动了扳机 他们知道 禽兽不会就此罢手 所以赶紧驾车去 投奔小雨的爷爷 他们一刻不停跑了一夜 早上下起了暴风雪 视线不好 车轮压上了一块石头 车厢颠簸 小雨的猎枪 因此掉到了地上 她停下马车去捡枪 安娜忽然有种不好的预感 但周围什么也看不见 她又觉得自己是想多了 禽兽果然在后面 一直跟着他们 更可恨的是 她连孩子都不放过 傍晚时分 安娜终于赶到了 丈夫的老家 小雨的爷爷 听到噩耗哭唱了泪人 天下最悲惨的是 莫过于白发人送黑发人 何况老人同时 失去了儿子和孙子 安娜决定和禽兽决议死战 她自己拿上枪装好子弹 让老人留在屋里保护小雪 她抱着枪坐到屋外等禽兽上门 等了半夜 禽兽终于在远处说话了 应急的安娜站起来 朝声音开了两枪 可惜她的枪法太烂 禽兽毫发无伤地从暗处走了出来 她接下来说的话 更是让安娜浑身发冷 安娜听到这话 赶紧去看小雪 小雪还在床上好好的睡着 那老头怎么不见了呢 安娜开始感觉不对劲 扭头一看 老头已经被钉死在了墙上 安娜想抱着女儿从后窗逃走 她刚把女儿推出去 禽兽就跑了过来 安娜没能钻出去 被禽兽抓住腿拉了回去 禽兽把她绑在了柱子上 就像刚才禽兽说过的那样 让她看着自己的女儿被鞭打 安娜痛苦地看着 禽兽的皮鞭 每一下都像抽在她的心脏上一样 抽完鞭子 变态的禽兽要对小雪动手 安娜终于受不了了 她忍着剧痛 让一条胳膊脱臼 从柱子上逃了下来 禽兽这个恶魔 终于结束了生命 安娜和女儿在这里留了下来 他们继承了老人的伐木场 从此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观看